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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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接受过德国媒体的采访 他在那儿貌似公正 很冷漠 拉开距离 然后都是找茬的 都是给你埋雷的 我是回答德国记者的问题 回答的不是马凯硕好 马凯硕回答的好 我是觉得像马凯硕这种人 我们应该把他请来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尤其是让我们那些做对外宣传的人 好好听听马凯硕 对不对 我们那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这边要学习马凯硕 怎么样和外国那些刁钻问题的提问者 那些包括德媒在内的 那外国记者咋交道 这相当于一堂公开扣 我检心比较有意思的回答 跟各位说说 德国媒体记者问 说您出了一本新书吧 对 那书名叫中国赢了吗 对 这本书名的副标题 就是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 对中国很肯定 是的 我肯定 说您在这里边质疑了很多西方的看法 对吧 对 那中国已经赢了吗 上期节目我跟各位讲 是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认为 美国已经输掉了和中国的战略竞争 那现在德国记者直接问马凯硕 说中国已经赢了吗 马凯硕呢 他就脸盘黑黑的 脸盘比较宽 头发花白 眼睛很深邃 印度人 他说 中国已经赢了吗 这个问题呢 目前很多人觉得是这样 事实上呢 还没有到这一步 就有的人认为已经赢了 但是呢 我看还没到这一步 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 缺乏对华 全面战略 美国肯定输 那中国肯定赢 这回答 对吧 一 他讲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概括二 概括了现实的状况 三 又做了一个假定 这 这是逻辑相当严谨啊 那记者问说 这很多人来说 这是个可怕的语言啊 因为在西方看来 这场对抗 局势鲜明 这不是美国 美国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个盟友 对一些人来说 甚至还是朋友 另一边是中国 中国是邪恶的 中国有挑战性 中国是危险的 Dangerous 记者拦不住了吗 有的记者 记者不是标榜公正吗 哪有公正啊 是吧 像个斗鸡一样 往上冲 马凯说笑咪咪 马凯说说 你这样说 可事实并不如此 中国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在它的四千年的历史的 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中国是领先世界的 现在中国经历了 糟糕的二百年 西方国家则非常成功 难道仅凭这短短的时间 西方就认为 中国必须要像西方一样吗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 更加强大自信 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 效仿西方 说这话 我都想站起来鼓掌 这么短的回答 如此高度的 抽象的历史的概括 四千年文明 大部分的时间 中国都是强大的 那中国应该更自信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 效仿西方 注意啊 这不是我们的宣传部的官员 这不是华春莹说话 不是赵立坚 汪文斌 也不是青刚说话 这是一个新加坡人说话 这个人的祖籍是印度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所以这话你还不鼓掌 所以这本书非常值得读 一定要找来读一读 我手里拿这本书啊 这就是马凯舍的书 这就是马凯舍的书 大家看 定格在审读本 白皮的 就这书啊 是最先发过来 然后呢 有人说司马南 你代表胡同的普通老百姓 给我们提点意见 这本书 我是翻了翻 我现在主要听东西 我这直接指示的东西 读得不读得 但是我还是 津津有味 马凯舍呀 真叫了不起 中国如果聘请呢 对外宣传的 意识形态宣传的顾问 一定要请马凯舍这样的人 讲得好极了 记者当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了 记者说中国不必照抄西方 但是难道普世的权利和价值 不是全世界通用的吗 你看记者 Universal Value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就认为 他是西方中心主义嘛 他认为自己呢 应该居高临下的格式化中国 所以记者才会这么提问 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马凯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现在你又开始谈民主了 中国从历史中学到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如果呢 民众受苦受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中国贫弱的时候 你们怎么西方没有兴趣 给中国去送民主啊 你们怎么对中国没有怜悯之心呢 你们为什么在中国处于比较弱势的时候 你们在这个弱势当中去攫取利益啊 现在中国重返富强了 重返强盛了 西方突然想起来 哎呦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样 马凯说 外交官处事人 人家虽然问题很尖锐 但是说还比较客气 还得给德国一个面子 你们当年在中国国力衰弱的时候 攫取利益 你们是卖鸦片的 温铁军老师最近讲的观点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过去啊 我们总是被说 说中国闭关锁国 中国不了解世界 中国闭关锁国 中国不搞改革开放 中国没有契约意识 中国不懂得跟洋人做生意 闭关锁国导致挨打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知道现在很多人还这么认为 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呀 真实的情况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和世界上 其他的帝国主义 强加给中国的 打完了中国以后 他们给中国做了一个解释 说你闭关锁国所以挨打 温铁军老师 真正的原因是 中国富强 中国那时候GDP全世界第一啊 占全世界30%多啊 中国和国外做贸易做生意 都是中国出口瓷器 中国出口丝绸 中国出口各种各样的物品 国外没东西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东西 唯一需要的是白银 于是呢 白银中国就存了太多太多 中国实行银本未至 你看水户传那里边 全是都是割银子 一两银钉 以银本为至吗 中国太富强了 所以他们过来打 因为他们没东西卖给我们 没东西卖给我们 所以呢 他们拿鸦片来 鸦片这不就害人吗 对吧 还有那个时候 温铁军老师还解释个原因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为什么那时候 他们来了几万人 然后呢 就能够打这打那 就能够取得突破 那时候我们的军队呢 没有呢 这个跟洋人交手的时候 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海岸线太长 几千公里 他从哪突破 你没有可能 在所有的海岸线上 全部都布防 那好了 他打完了跑了 因此他总能给你呢 构成一种骚扰 倭寇 倭寇海盗为坏 长时间也是一样 他抽不冷子 在一个地方 就突然就打进来了 烧杀劫略 无恶不作 温铁军老师 他关于很多事情的思考 都和我们的很多人 说法不太一样 我听了以后是有启发的 马凯硕先生 关于中国问题 帮我们做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也是站立 那多个记者当然不满意了 说是那你按照你的这么说法 说中国现在强盛了 强盛了 那听起来很像是中国的复仇啊 马凯硕说 不不不完全不是 中国人不需要复仇 他们只是有些差异 说西方居然认为 自己比中国人更清楚 什么对中国人好 这个想法有些傲慢 西方人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 记者说 那么中国人怎么看待自身的情况 马凯硕说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之巨大 超越了其四千年历史中的任何时候 中国人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时候 西方跑过来说 你们不能这样下去 记者说 你始终提及我们西方的民主和西方的制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指的是价值观 让中国人拥有自由 言论自由 这些普世人权 难道有错吗 马凯硕回答说 说美国 你说言论自由 那美国算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了吧 但是如果政客站出来说 我们必须准备好 美国可能不再是世界第一 那么这个政客 必然将在这片言论自由的土地上 政治性死亡 我说对不对 你是言论自由的 但是美国政客 哪个人敢站出来说 这样的话 所以我想说的是 每个社会都要找到自由和限制的平衡 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 那记者说 那你这个是比较抽象的比较 马凯硕接着说 那西方人需要看到 中国人在过去的150年间 过去150年间 大部分人得不到充分的食物 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他们不能选择在哪生活 不能选择在哪工作 学习什么 甚至不能决定穿什么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看到了中国今天 完全不一样了 那记者说 那现在 所以现在中国的一切都很好 对吧 难道中国没有压迫吗 没有强制吗 中国没有 中国只有快乐吗 马凯硕说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实 我给你讲个事实 来解释我的观点 当年苏联那个时候 东西方冷战的时候 苏联不允许民众出国旅游 因为担心呢 民众呢会因为恐惧啊 贫困和压迫 跑到国外不回来了 2019年 中国有多少人出国旅游 1.39亿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1.39亿 1.4亿人出国旅游 这是你们德国人口的两倍吧 但是你猜怎么着 所有的人都回来中国 如果中国真是压迫人民 像你们说的那样 你们媒体报道那样 恐怕结局就不会这样 他们回国了 因为他们享受了中国的生活和自由 这回答多妙啊 记者说 那苏联 苏联跟美国对抗啊 现在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国呀 你曾经说过 在现在的对抗中 美国已经成为苏联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马凯说是解释过 说美苏冷战 美国胜了 那现在呢 如果美国选择和中国冷战 中国对抗 美国就是苏联 这问题提的多妙 记者提完这个问题以后 马凯说说 说美国已经变得意识形态化了 是美国意识形态化 这个在中国叫政治挂帅 美国僵化 而且心胸狭窄 这跟当年的苏联不一样吗 现在的西方如同当年的莫斯科 特别是美国在涉华事务上 正在犯下根本性的错误 记者问什么错误啊 马凯说 中国已经领先美国 因为中国关心人民 美国的工人早已经成为绝望者之海 他们选出了特朗普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特朗普可能重返下届大选 你说这个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怎么能选出特朗普这样的人呢 但是美国的资讯看起来丝毫不减 还以为自己是世界灯塔呢 世界灯塔会有一个像 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吗 这德国记者 德国记者说那美国国际政客 都对拜登的这个胜选感到高兴 他们对拜登的评价 好像也有些问题 马凯说说 拜登确实比特朗普好很多 但是在中国的事情上 他一点都没有做出改变 在选举当中 他抨击特朗普对华贸易战 损害美国的利益 损害工人的利益 但是就任总统之后 拜登做出改变了吗 没有啊 记者问 在您看来 中国正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当中 会更好吗 马凯舍说 是的 中国成功 中国理性 中国灵活 而且中国克制 记者说是克制 什么叫克制 Why 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吗 例如香港人 香港人会认为中国克制吗 记者找到反击的机会了 马凯舍说 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香港人当然有权力表达 和平表达他们的不满 但是香港那些游行示威 你注意到了吗 是变得暴力了 当香港立法会被冲击的时候 西方把它当作自由 言论自由做欢呼 但是你做过一个对比没有 美国国会2021年被冲击的时候 公众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这是暴乱 在香港这是自由 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在世界各地 犯法的人不论在哪 都应该受到惩罚 记者说 那香港人 他们肯定是因为没有办法游行示威 所以才变得暴力的 他们当然关心自己的权利 马凯舍说 不不不 这是你们西方人的视角 恕我直言 这是个错误的视角 这个问题的背后有很多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欠佳和严峻住房问题 只要社会状况有所缓解 游行示威就会随之结束 记者说另外一个中国克制的例子是中国对刘某波获得诺贝尔奖 他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中国的这个反应 当时中国对挪威发起制裁 因为颁奖典礼要在挪威举办 举了这么一个敏感的例子 马凯舍回答 中国当时做出激烈反应 只是因为国家利益受到攻击呀 记者说 这在美国国际政治当做法一样 这有什么不同啊 美国不也这样吗 马凯舍说 超级大国呀 他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如果中国看到自身利益受损 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这正常呀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 我跟你说 邓小平让五亿人摆脱贫困 可以说在全世界对人类和平福祉 做出最大的贡献之一 这是名副其实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例子 但那次一个亚洲人获奖了 那个刘某波 他是个异议分子 我作为新加坡人 我作为亚洲人 我不理解 在我看来 你们西方人 这又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例子 记者说 那哪怕在拜登的统治之下 中美矛盾看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缓和 你认为会不会打冷战 马凯舍说 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表述 为什么错误 因为冷战期间 两大格局的阵营相互对立 如今中美经济高度交织 美国的变化很有趣的 那个时候 美国是支持自由贸易的 今天美国却畏惧自由贸易 这惩罚性关税 还退出跨太平洋 关系协议 这些做法都是错的 记者说 也就是说 不会有新冷战 那如果不会有新冷战 我们将经历什么呢 马凯舍说 巨大的敌人政治竞争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 我们会日益需要共同面对 例如新冠病毒 例如气候变化之类的这种全球性的挑战 如果中美不理解这一点 就像两个猴子的部落 两个猴子的部落 彼此战斗 却无视周围的森林在燃烧 这对中美以及整个世界来说 是灾难性的 记者接着提问说 我们按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 我们对中国赢得这场比赛 心里没底 中国如果赢得比赛 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 马凯舍说 中国不会不美国后陈 中国不想改变世界 更不会用传教的方式改变世界 中国不会允许自己陷入伊拉克战争 或叙利亚战争 那样不必要的战争 中国为14亿人民操劳 心都放在改善人民生活上 差不多到最后的记者说 那中国人 既然你认为中国人干得这么好 那对西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马凯舍说 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强现有的国际体系 我们得承认这是西方的规则 不过没关系 中国会遵守这个体系的 因为中国从中受益 中国不会拆除现有的国际体系 并且用中国的体系重新建一个 所以我提出明确的建议是 欧洲和美国不应该削弱 不应该退出现行的国际体系 相反 他们应该用规则强化这个体系 之后 作为世界第一的中国 也将接受这个体系 记者说最后再说说德国吧 所有的批评 所有各方面都批评默克尔 对华太友好了 默克尔应该对中国更加强硬一些 这是个好的决定吗 马凯尔说 地缘政治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情绪化 像德国一样 西方对黄祸恐惧 受这个东西驱使 这是西方精神错乱 德国 你们德国不应该犯这个错误啊 德国心里想着美国 但到底什么才是对德国好啊 什么才是对德国重要啊 你事实上 你心里想着对德国好 事实上却指向别处 中国的市场在过去30年里 已经增长了三倍 德国必须考虑到 谁会买你们的汽车 哎呀 感谢长阳少侠 张帝的这个对话实在是太妙了 我热情的向各位推荐 本期节目 大家想一想 关于世界上中美关系的问题 甚至关于德国和中国关系问题 默克尔这个评价问题 以及关于普世价值 能不能在中国落地的问题 甚至包括某人得诺贝尔奖 这样的敏感的问题 马凯说 人家一个新加坡人 一个印度裔新加坡人 对我们的这种 相当于帮助我们 做这种对外宣传 本期节目必须在掌声中结束 感谢收看 再见